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反腐归真 没有芝士 没有芝麻 没有糖心的红薯丸子 先把红薯削皮切小块 形状没要求 单纯为了好熟 好 蒸锅上汽 咱们把红薯放进去蒸一下 哇 好大的烟 大火上气 蒸10分钟 趁这会儿功夫呢 咱们把萝卜给处理一下 来点葱末 想要姜的自己家 我今天不太想吃 胡萝卜和青萝卜都要切成丝 粗细不重要 尽可能的均匀一些 如果有爆撕器 你就用那个 我没有啊 好 现在红薯已经差不多了 看上去就非常的甜 红红的 现在一定要忍住了 如果吃完了 做完了就不够了 依照咱们个人的口味加一些糖 我这个红薯挺甜的 我就少加一点 把红薯倒成泥 咱们分次加入糯米粉 就像和面一样 咱们把它给揉匀 翻车了 做这个面的东西 千万不要穿黑色的衣服 要穿的话 你就整上这个围裙 这一下就安全多了 我觉得我还是下手吧 反正挤丸子早晚都要下手 去洗洗手 手的这个触感更真实 一直把咱们的这个红薯呢 给盘成没有硬心 而且没那么粘手就可以了 然后揉成一个一个的小丸子 我印象中 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个红薯丸子 它就是那么大一个 小小的 外面呢 也没有芝麻 里面呢 也没有芯 盖上保鲜膜 防止干裂 如果你要直接炸 可以忽略掉这一步 现在呢 就可以去处理萝卜丸子了 开水锅 加盐 下入萝卜丝 焯烫一分钟左右 拾开之后焯一分钟就可以了 这样能去除大部分绿萝卜的苦和辣 焯好的萝卜咱们过一下凉水 这样口感会更好 而且等会不会被烫手 微裙还是不能拖啊 咱们把这个萝卜给挤干水 切碎 放入盆中 来点盐 13香 鸡汁 没有的可以用鸡精来代替 打一颗鸡蛋 再来一克左右的小苏达 它可以让你的丸子凉了之后也不会太疲软 加入面粉搅匀 你也可以加淀粉啊 刚好我这儿剩了点面粉 分次加入面粉拌匀 面粉不要加太多 能成型就可以了 加的越多口感越硬 还要放一些葱花进去 再来点食用油 继续搅 把这面糊呢给搅到有黏劲 不吸软的时候就可以了 如果你是大神啊 你就对着锅里一个一个的挤 如果说你是小白最好提前做出来 现在开始来炸丸子啊 咱们要先炸红薯丸子 因为为了让它不串味 先炸甜的后炸咸的 油温五成下入红薯丸子 咱们这个红薯啊本身就是熟的 所以说不需要炸太久 外面金黄定型就可以捞出来了 这个颜色呢 特别像我小时候吃的 现在开始做萝卜碗呢 如果说你油温很高的话 就把油温往下降一降再炸 还是五成热 用勺子也行 用糊口也罢 圆圆的不松散就香 像我一个人炸啊 效率就很低 一次只能炸几个 所以说大家不要心急 千万别让油温太高了 萝卜丸子比较细软 刚进锅不要翻动它 一定要小火慢慢的炸 把里头给它炸透了 等到通体定型金黄 就大功告成了 这两个都是我小时候过年 特别爱吃的丸子 我先来尝尝这红薯丸子 哇 特别黏 里边 这个红薯丸子一定要趁热吃 我这会吃已经有点凉了 有点疲软 我们来尝尝这萝卜丸子 等一下 特别想试试萝卜丸子 跟黑胡椒的组合是什么样的味道 撒点 黑胡椒的狂热粉 蘸点黑胡椒 我本身想留一半给你们看看 所以我全吃进去了 黑胡椒都已经试了 咱们再试试甜蛙酱 先把这红薯丸拿下去 满满的全都是甜蛙酱 绝配啊 总的来说 今天这两个丸子 确实有小时候的味道 非常成功 好啦 这期年夜饭特集就到点 记得点赞关注 我是Nemo 拜拜 团团圆圆 过大年 下期再见